西北市有個少年 欠人家區區一千塊 沒有想到居然互相打起來了 對方持刀來追砍 爆發衝突 這個案子是發生2019年 可是現在在判的時候 當時這個男生被狼牙棒 全長48公分的狼牙棒 打在他的脖子上面 還包括他的頭部 還包括脖子上面 這個人家感覺就是要置他於死 有60個金屬片 這麼可怕的48公分 就這樣打下去 這個已經是結巴了 已經是結巴了 不是當下的這一個傷口 這傷口非常大 檢察官要判他是 重判他為重傷害罪 畏罪罪 那主要是因為說 你都打頭部跟頸部 要治他的命 還包括你拿的這個狼牙棒 是鋼片非常的鋒利 所以檢察官要這樣辦他 可是法官說沒有 狼牙棒在民間 是宗教上彰顯神威之用 所以不是所謂傷害人家的武器 另外一個是他說 我從報告上面 他也沒有傷到主動脈 所以他覺得這個頂多 只是普通傷害罪 所以他的罰則 就頂多就判六個月了 有資格怎麼看這案子 我只能說這些法官 太執著於法條 勤禮法在台灣 永遠是變不完的你知道嗎 就是明明就是你可以這麼想的 可是我就知道有些法官過於執著 你在念書的時候 六法全書的一二三ABC 然後勤禮法發力勤 有時候你都把自己弄亂了 這個案子你說他判得有沒有錯 我說實在 我真的很難說他錯 可是在感情上你就是錯了 為什麼 因為每次我們在社會新聞 兇殺案的時候 會很重視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刀子的來源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前社會記者很喜歡 去拍監視器 這刀子去哪裡買 你記不記得 包括那個淡水小開那個沙 什麼去畢利商店買刀 對 你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證明 他有特別去買這把刀子 那就叫做蓄意 預謀 他不是隨機起信頭來 是計畫好的 在法條上面分成三個 一個是預謀殺人 就是我都已經算好 要殺郭正料 如果我特別去佈置 這我最重 你一定要舉 一定要挑 他這個是手上剛好有 他手上剛好有 可是有這個我想請教一下 你如果說法條 我可以理解 可是問題是當他在詮釋 他在解釋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 這個不是法條有的吧 你怎麼會講狼牙棒 是這個宗教用 省賢未用的 所以他不是武器 這個不是法條寫的吧 這個是大家覺得 最無法理解的 法官離我們這麼遠 對 這是他的心正已成 所以他故意找了這個 幫這個事情做一個落幕 就不是不可以 他這樣子的思考邏輯是可以 可是你變成說 我想要讓他 不應該要這樣子 所以先找一個理由 然後最後形成 就像我講的 你剛剛應該先決定 他是不是預謀 蓄意 故意 然後今天主要會 癥結成這樣子 是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動作 不是那麼的故意 所以要證明那個 那我還非得要說 要傷到主動罵 才是重罪 重傷害 這三個層次 所以有人就要去調 結果這個檢察官忘了 把那個判決 就那個醫學